请问排长 情债是怎么欠下的 情债很简单 你上辈子欠的呀 那你上辈子欠是一种方法 你实际上就想知道 在这辈子是怎么欠的 很简单 比方说某一个人跟你有点感情 那可能是上辈子的感情不深 就有一点点情 那么你呢 如果咬咬牙 跺跺脚就过去了 你不去碰他 那你就不欠他的情债了 如果呢和人家本身上辈子呢 只不过是对你好了一点点 那么呢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方说不应该碰碰你了 碰碰你了 那么这辈子呢 这辈子呢他来还你了 他就会眼睛从你看了 喜欢你了 这个时候呢 你呢觉得哎呦他喜欢我 哎呀骨头轻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就跟他好了 接下去呢 好了好过头了 好过头之后呢 你还他的多了 然后呢你就又欠他了 就这么欠下来了 那么下辈子呢你再还他 那只要就欠了就一定要还 对一定要还的 嗯 那那个情债很可怕不好 非常可怕 而且情债是越还越多 越来越来越还不清 哦 很多人一辈子为情所困 为情所迷 为情所吃 也就是说痴迷啊 啥都不得了啊 一个人所以人家说谈恋爱的时候 智商是最低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说情目重不胜 对 完全完全 我告诉你 说谱世界 很多人就是脱离不了这个情字 所以这个爱在人间是 这个是永恒的主题啊 那如果这辈子 比如不交朋友 或不结婚的话 就把这个情给断了 对吧 那那真的是这样了 嗯 那就以后就不用再话了 但是你要咬得住牙的 比方说你欠人家这个男的了 这个男的就死 死去呗咧的 就盯着你 盯着你之后你要躲得开的 你躲不开的话 你还会 你比方说你前世是欠他的 你就会 到时候就会喜欢上他 那么你要靠很强的毅力 你知道这是我要该还债了 我现在不还 我念经给他 狂念经 然后姐姐做啊 礼佛呀 念小房子给这个男的啦 然后念心经给他啦 那么慢慢的再加上自身的力量 我坚决不去 再好看 再我喜欢的男人 我就不去跟他 因为我知道这个这段缘分已经是不行了 因为这段缘分跟他的话 我的家就没了 你这么咬咬牙 咬咬咬牙 时间长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嗯 那么这段情商还完了 那下辈子呢 至少你不要再欠他的了 那会不会这辈子 然后我没有还呢 然后下辈子 那个 还要去还他呢 啊 不会的 你如果单单咬咬牙 多多讲 你不去还他了 那你下辈子还要还 问题就是你念经了 哦 你用小房子还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本来被人家打了一个耳光 你就本来要打还他的 人家现在说给你一万块钱 打个耳光 你还不了 你肯定说 好了 你再打我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弄个两万吧 哈哈哈哈 听得懂吗 就是说用他用这个小房子 来抵消他的念障了 有人以前就是对自己特别好 比如说给自己送礼物啊 又请客这样的 但是现在两个人不联系了 我现在学佛了 知道不要欠人家 可是现在应该怎么去还呢 如果两个人不联系了 就不要找机会再去跟他联系 因为他如果你跟他的缘分 恶缘还没断 好像我现在听到如台长讲了 我们要还清嘛 再去跟他联系 好像心里舒服一点 实际上还带有这么一点点的眷恋 实际上你又在玩火了 那么用什么方法知道吗 暗中在菩萨面前替他求生体 换捏小房子烧给他 绝对有了好处的 就是还他的债 你到目前还忘记不了他 忘记不了他对你的好 实际上你这个债没还清 然后你再去跟他联系 接下来你们两个人还会再好 这叫玩火 如果这个要是对普通的朋友呢 比如说以前的同学 同事啊这方面呢 糟糕 异性交不得的 异性朋友交到后来 不会没有没有什么正当的事情的 异性朋友不能交的 那我告诉你呢 我男朋友多得不得了的 但是呢 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事情的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能够在男生当中 如鱼得水 大家都对我好 但是我跟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同学一样我们没有其他关系 你相信吗 小姐 骗孩子呢 该不要去的就不要去碰 什么男的女女 我告诉你 老头子老大人都会 插出火花出来呢 老实一点呢 不去碰 有本事念经给他 暗中替他祷告 替他求情 替他求关心 不想消除他念账 他身上的念账来找你 你就忍耐着 然后你就给他念小房子 不停的还 嗯 明白了吧 明白 这个人间呢 我告诉你啊 你们不知道的地府的事情 和天上的事情 不知道比人间要复杂 多少多少倍呢 那如果要是同性之间 也是这么还 对吧 同性也是这样 嗯 以前做梦梦念过 说有一个人给自己一张纸 前排的 前排人的名字呢 就是不认识的 第一排是写人名 然后后边写的是钱数 不认识的人钱特别多 但是认识的现在的同事呢 钱特别的少 嗯 这个如果那就 自己知道 就是说现在平时是欠同事的 但是呢 应该怎么管 也是到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吗 对 你一定要记住 最好跟同事 大家保持一个平等的关系 而且千万不要眼睛啊 行为啊 语言啊 带有任何一点点暧昧关系 像这种都是你造阴的一个果 你造了这个阴的话 你实际上就是在碰你的琴线了 你这个琴线底线一冲破的话 对不起 你一定要还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哎 不要搞这些事情啊 我告诉你 一个学博的人 一定要咬咬牙 克制克制自己 再喜欢吃的菜 不要去吃 再喜欢买的东西 不要去买 再喜欢碰的东西 不要去碰 佛法讲以戒为本 什么叫本呢 本就是根本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戒 没有戒律的话 这人学不好佛的 嗯 哎呦 我很相信菩萨 我很要念经的 但是呢 我就是看着这个呢 实在是手痒 我要拿一点 偷一点 然后呢 这个呢 我实在熬不住 我要吃一点 好了 这种都是不能守戒的人 哎呀 我看见人就想骂他几句 那就不叫守戒 你听得懂吗 明白 嗯 那如果比如说欠了句 现在这都欠了很多同事的欠他们在 但是应该这样怎么还呢 如果人家不来找你的话 你就不去管他 如果人家有人来找你 你就该还钱的还钱 该送礼的送礼 但是感情一旦泄绝 然后呢 不停的给他们念姐姐奏 因为他只要现在还能来找你的 说明你的情 原跟他还没有结束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 他找到你了 你就给他送礼 送钱 找个过年的时候送红包 然后呢 送大一点 希望把这个情分呢 大家就白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这个不能小气的 另外在家里不断的给他念经 姐姐奏 礼服 嗯 就是不知道是谁 欠谁的 那就是说可以散散的就去 你看你看你看 你不要惹事啊 你不知道欠谁的话 你去念他干嘛 你肯定的要来找你了 你才会还的 那这个这个一定有人物的 啊 又又有人物地点 哼哼 什么都有的 我告诉你啊 一定要老实啊 你先 你过去 比方说做过一点 不是不是太好的事情 你现在一定要老实 无论如何咬咬牙 再 再有情的话 说明他没跟你结束 没结束你就要咬咬牙 转移自己方向 看电视 出去看看逛逛商场 什么都可以的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